那這個呢,軟體的部分呢,你從這邊執行 那回去之後,你可以自己就是在安裝一下 好,確定,第一次使用會有這個 那打開之後呢 打開之後,它會先問你 要不要手,就是要做那個自動設定 有沒有出現新的 反正先略過就好,沒關係 好,這個要不要手動 讓它自動設定其實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關係,我就先按for就好 好,OK,那你先確認一下 像我這邊這樣OK的 老實講,只有這種課 我上課才有機會坐著上課 蛤? 等一下綠木會到你家喔 你了解嗎? 欸,我用曬儀家,為什麼我不要直接吊起來 就是希望到你家,還是你要到我家來比較好 當然到你自己家,不是你最輕鬆嗎?對不對 所以呢,你看 你看,我們就要到我家來啦 欸,真的 好像應該出來一下 這樣轉回來一下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用舌管 因為舌管比較方便 像這樣我轉角度啦 那個就都還OK 有沒有,我現在把它 放到我這邊來了 等一下我再調角度就好了 所以我先這樣做好 那做好之後呢 我可以找一個背景 待會呢,您可以到這邊 到這裡 我這邊 我們剛進去這裡之後啊,您到任務這裡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很多東西了 在這裡打開 有沒有這裡有那個虛擬攝影棚的相關練習素材 你點進去 在那個雲端上 我有放了 裡面呢,就有很多的 這個 背景圖啦 或者是一些會動的素材 你點進來之後 這裡不是有一個背景圖嗎 那我剛講那個原始檔 我有放在這裡 有沒有 我有幫我們叫發中心做一個 所以 點進去 背景圖 第一個就是了 看一下 這樣還可以嗎 可以啦 有壁讀嘛 因為現在開始有點感覺了啦 開始有秋天感覺 但是有秋天感覺的時候 已經要進入冬天了 好 所以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把這一張 比如說我要這一張 我就把它下載一下 待會我當作我的背景 好,當作我的背景 當然你可以用影片啊 用網頁都可以 好 那我現在找到它 我找到它了 現在呢 我可以人性化一點丟進來嗎 這樣可以嗎 這樣不是科技始終來自人性嗎 還是你一定要堅持 要從這裡 一慢慢找 這樣是一種方法 好不好 那現在呢 我右手邊這個 我現在這個視窗 我就要把它稍微關閉一下 因為我現在只有一個 攝影機 所以我這邊先把它關掉 好 我從這裡 再加上這個 我應該要準備來 後面的 等一下幕後花區 其實沒有關係啦 我就從這邊進來 好 你看一下 我現在從這裡 有沒有一個視訊擷取 我就要來抓我的網路攝影機 那我現在其實裡面有兩台 只是這一台適合我的 所以我就要去對一下 我就要來對一下說 這個 這樣子 哇 還差一點點 好 我先坐下來 那我就把這個 木帶過來就好了 早知道不要太多椅子 哈哈 好 進來 這樣子 OK 所以你就先看一下 這裡 我就拉過來看看 好 這邊 有沒有這樣全部都是背景了 對不對 好 可以開始變魔術了 其實我這邊加進來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進來了 那我現在這個樣子 像這樣子我就按確定 但是這樣確定也沒什麼了不起啊 對不對 重點是我們要做去背嘛 你看按右鍵有沒有一個濾鏡 好 我就來這邊 下面這裡特效濾鏡 我來增加一個 色度鍵 其實如果你有用過影片剪輯的東西 就跟那個道理是一樣 你看我進來 確定 好 因為呢 我們這邊預設 是不是就是綠色的 你有看到我 有一點點光芒了嗎 已經去掉了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 跟各位說明一下 您如果說萬一去的效果不太好 您就由這三個選項 由上而下調整 記得由上而下 不要由下而上 因為相似度是最重要的 就是先從這裡決定 比如說相似度其實我現在綠幕是夠了 可是旁邊的那個什麼 你看我多多一點 有沒有發現我的綠光音去掉了 回來一點 有沒有出現了 這樣了解了 所以我到這邊 好 差不多在這裡 但是呢 你可以跟下面同步看一下 各位 這很重的 這沒有剪接 這樣看著你可以嗎 因為我現在鏡頭比較偏上 好 所以在這邊 那如果是向下面這個平滑度就是它旁邊 有沒有 會邊緣 就是那個邊緣的部分 那這個呢 你就拉過來 會越接近現場 越過去有沒有變黑白 我想你應該你不會想要看到黑白的吧 好 所以我就拉回來 這裡 確定 這樣 我應該再稍微過來一點點 可是其實我稍微有太多了 我過來一點點 有沒有發現有點半透明 去太多對不對 沒關係 我按右鍵濾鏡 我再來調整一下 重新再回來 欸 這裡去太多了 這樣 再回來一點 那這個呢 每一個就是跟光線也有關係 好 所以不是說有一個 一定是所謂的那種 預設的值 那你可以在邊緣 再調整一下 有沒有 邊緣調整一下那個平滑度 你平滑度越高的話 它就是像一些那種微調 好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來做 好 像這裡多一點點 OK 好 其實這裡還有一點沒有去好 不過沒關係 你先看一下 這樣上課有比較不一樣吧 如果你堅持這樣不夠大 你可以大一點 對不對 老師不能大致一點嗎 可以啊 哈哈 請問 你有沒有發現 我有幹什麼事情嗎 沒有 對不對 我都現場演出的 這樣會不會很難 沒有 對不對 所以 你有沒有信心了 你真的做得到呢 我們今天昨天有請那個 發 mail給大家 是不是請大家來那個 要帶網路攝影機啊 或者notebook啊 沒有收到沒關係啊 我有多準備一個 只是如果你有的話 可以做更多 對我們剛剛那個椅子啊 如果你是這樣子 椅子還在 好嗎 這叫人去樓空啊 這樣 有了解 因為這個 也不是 就是 不是綠色的嘛 是不是就OK 對啊 如果你 待會我搭配藍幕的話 這個椅子 就會消失 這樣了解 你如果要做那個空中的 有沒有 空中漫步 你就自己 對啊 反正只要同一個顏色就好了 他就去掉了嘛 這樣有清楚 這個拉開就透光了 對不對 好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今天主要會用到的軟體 那簡單跟大家demo到這邊 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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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